男子驾驶铲车疯狂撞击轿车六次 直到急扁对方才停手 致使18岁小伙重伤身亡 这样恶劣的行为按理说本应该受到谴责 当地的百姓却说 他是逼急了才这么做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16年8月7日 在陕西阳县的一个十字路口 发生了这样一幕 一辆铲车用倒车的方式将一辆白色的轿车 静止撞向路边的电线杆 黑衣男子试图 打开车门逃跑 却被意外卷入了车底 交警看到后立刻上前劝阻 但司机并没有理会 反而卯足了劲 再次撞向小校车 并将这个动作重复了五次 直到汽车严重变情才收手 在此期间 一名男子趁机逃跑 而被困车底的男子则浑身是血 最终不止身亡 事故发生后 铲车司机没有直接离开 反而淡定留在原地等待被抓 警方接到报案后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先是让司机接受了酒精测试 但很快就排除了酒后驾驶的可能 后来办案人员将他带回去调查 在审讯的过程中 铲车司机情绪激动 他告诉警方 自己其实根本不认识死者周某 更不是有意要撞死人 是因为对方拿刀追杀 才迫不得已做出了反击 为了还原案件的真相 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 司机名叫梁吐林 38岁 家中一儿一女 大女儿14岁 小儿子才刚满2岁 平时就是个老实本分的打工人 给一个叫吴小刚的老板开铲车 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 虽然日子有些清贫 但一家人极乐融融 还算幸福 据妻子回忆 事发前 他曾接到过梁吐林的电话 妻子一听这话顿时吓坏了 因为梁吐林平日里脾气很好 很少与人喜争执 他连忙问老公 到底是怎么回事 梁吐林说 自己去找老板吴小刚要工资 可到了约定的地方以后 老板不给钱不说 还冤枉他把铲车搞坏了 让他赔钱 他气不过便争执了起去 谁知吴小刚突然叫的一帮打手 一上来就对他拳打脚踢 梁吐林的话刚说了一半 妻子就从电话里听到了 民警和他的对话 然后公安就跟他说 让他先下车 我在电话里面听到 我老公说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伤以无辜的人 我伤的只是他们 他们是要我命的人 农民工开铲车 疯狂撞起轿车六次 直到即便对方才停手 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咱们急着往下看 据梁吐林的哥哥回忆 事故发生前几天 梁吐林的小儿子生病住院了 因为着急用钱 曾来家里找过他 但哥哥失业很长一段时间 手头也不宽裕 于是只拿了几百块给他 梁吐林筹不到足够的医药费 便想找老板吴小刚讨要工资 一开始吴小刚十分爽快 说五六号结完账就给他花 虽然急等着用钱 但看到老板已经做出承诺 梁吐林也没再说什么 就这么一直等到了六号 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 当他满心期待地跑来工地 找吴小刚讨要工资时 对方却借口手里没钱 死活不给他 梁吐林苦苦哀求 说孩子还在医院 等着这钱救命 希望老板能够看在他 一直兢兢业业的份上 高抬贵手帮帮忙忙 可吴小刚根本没停进去 反而恶于乡下 一直怒怼他 梁吐林气得当场 就跟他大吵了一架 甚至把警察找来 可闹到最后 还是没能讨回一份钱 梁吐林原本就憋着一肚子气 偏偏第二天上班时 发现开的产车也坏了 他只好垫钱把车修好 然后找老板报销 但吴小刚一口咬定 是他把铲车搞坏 不愿意给他这笔钱 两人因为这件事 再次起了争执 为了把梅里变成有理 黑心老板还特意 找来了一帮打手 准备好好教训教训梁吐林 梁吐林见情况不妙 赶紧驾驶铲车逃跑 但没想到 这伙人也尾随其后 一直穷追不折 由于对方来势汹汹 梁吐林被逼无奈 只好用铲车反击 他将前来堵截的小轿车 一次次地撞向旁边的电线杆 直到车被急扁才停手 而周某因为晚了一步跳车 被卷入底盘下 反复摩擦 最终重伤身亡 不过令人感到诧异的是 周某的家人并没有过多地 谴责梁吐林 反而将矛头指向了吴小刚 都不知道以后的生活 该怎么办了 家里突然间 失去这么一个井梁子 以后真的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黑心老板拖欠工资 还故打手进行围堵 老师人被惹怒 一席之下开铲车碾压 当场将一名男子创死 案发时 死者周某只有18岁 因从小学习不好 很早就辍学在家 此前他一直在广东打工 春节期间 无意中认识了吴小刚 于是留在家里 跟着吴老板混 起初周家人并不知道 吴小刚是干什么的 周某平时也很少 和家人提起工作上的事情 只是告诉表哥 自己有人罩着 让他不要担心 他只说过这一句话 我们现在这两时间 现在整个阳性的签下 就是吴小刚的签下 后来从他发的照片里才知道 他是在为吴老板当打手收账 家人对他很是担心 纷纷劝他早点回归正道 但周某却不以为然 还是经常跑出去鬼混 有时深更半夜 才想起来回家 在出事的前三个小时 爷爷刚给他做好饭 结果周某饭都没吃完 就被吴小刚打电话叫走 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他就这么一举不返 后来警方通过调取案发时的监控 也证实了这一点 刚开始周某的确是和吴小刚 一起围堵梁吐林的铲车 周家人觉得 如果不是吴小刚 只是周某充当打手 儿子也不会就此丧命 虽然凶手梁吐林应该得到惩罚 但罪魁祸首吴小刚 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为此他们还跑到警局讨要说法 只是事发后吴小刚就开始隐身 他始终不承认周某是自己请来的打手 对于自己拖欠工资的事情 他也失口否认 这样厚颜无耻的态度 实在让人气愤 该案发生后 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都觉得是黑心老板打人在先 梁吐林被逼无奈下才撞车 但也有人认为 梁吐林驾车反复撞击 存在主观故意 而且在事发后 没有对周某施救 才导致小伙死亡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